观众朋友请看这个经典画面 现场两位model准备就绪 他们在忙什么 严医师这个叫做远红外线疗法 方岑姐现在你要帮她做什么事 这是远红外线治疗仪 它主要是可以发射 是波长4到14微米的 就是远红外线你要使用 要让波长要正确 4到15微米刚好就是跟气功失忽 手掌发出来的波长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种生物性的波长 所以它进到皮肤可以共振 进到我们体内这样 照头部的话可以改善循环 远红外线治疗功能是改善循环 让你气血循环顺畅 所以头部一些症状 不失忽的症状可能会否得改善这样 它现在已经在照了吗 对 它开始在照了 灯光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 它没有 它是不可见的 4到14微米是不可见的 所以老师 有一点点温温的 它是一个温热效果 可以感受到这个温度跟热度而已 对 不会热 温温的 它是往头照吗 对 它照了百会这样 会让全身气血循环比较顺畅 它就叫看不见的生育之光 四大功能有扩张血管 改善循环 还有各器官的含氧量 有热治疗的效果 排毒而且启动抗氧化 消炎跟抗老化 方辰姐现在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就是温温的感觉而已 对 温度上做了一些改变 所以是坐着在练气功了 对 它可以温热效果 事实上我像我平常如果睡不饱的话 我就是用这个来补眉这样 它会让你有补眉的效果 来 严医师请到这儿来 看电视的时候就这样子叫 真的 你现在就边录边享受 来 这个小哥 他从刚刚要录这一趴之前 整个人进去 我手伸进去方便吗 可以 哇 好暖和喔 所以里面就是温温热热的 你的感觉是什么 说明一下 就是很像全身都有气功 就是很热的感觉 那它的主要这样要做什么呢 它主要就是改善气血循环顺畅 因为那个眼外线它最主要的功能 医疗上大家公认的就是可以 改善循环 所以让你的气血循环会 变得比较顺畅这样 我有一个画面 我们来看画面 这个个案是90岁大肠癌末期的患者 常阻塞 后来你是怎么样帮他进行治疗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 譬如说这个大肠癌患者 那他要治疗的话 我们癌症它要做放射治疗 那做放射治疗 第一个重要原理者就是说 那个氧气要过 放射线打到那个肿瘤地方的话 它一定要碰到氧气 它才会产生自由剂 把癌细胞杀死 所以我们就请患者 先到我们诊所来 每天放疗前到我们诊所来 给他照眼红外线 对着大肠癌的地方照 那这样他去放疗的时候 效果就变得比较好 因为肿瘤地方含氧比较丰富 所以这个患者本来七公分的种 有长鼠塞 那我们就靠这个方式 让它三天天就通了 另外这个是81岁的老奶奶 是甲状腺癌末期放疗 补助远红外线治疗 对它是胃分化型甲状腺癌 胃分化型甲状腺癌 是一种我们叫 每个医师都不想看到的 鬼见丑 就是这种癌症 它可能一个月就往生了 我这辈子看过两个 第一个真的就是一个月之内就往生的 那你看教科书 他会跟你讲 没有你做化疗放疗都没有效 所以这个也是同一个 同一家医院转介过来 所以这个是在2015年看到的情况 这个是在2016年9月看到的情况 它对化疗放疗也不会有效 所以我们就建议跟它做眼红外线造射 让它改善氧气 这个对着肿瘤强迫中奖 让它含氧丰富 所以它一做放射治疗之后 它那个经过9个月之后 病人还活着 就是说它会增强化疗放疗的敏感度 美丽的方臣姐曾经免疫力失调 后来她喝了胡萝卜苹果汁 现场教学 好 我非常喜欢喝这个胡萝卜苹果汁 那通常我是会连皮一起放进去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会现场在外面买 买现成的 好 那就放进去 那当然皮 如果皮要放进去的话 一定要洗干净 胡萝卜苹果汁呢 这个是在日本有一位医生 叫做中原 他叫做石原杰石博士 他有提到说胡萝卜苹果汁呢 会温热身体 它是属于比较 像一般水果都比较寒 可是呢 苹果就不会 所以它会温热我们的身体 那温热身体它就是可以抗发炎 就有防癌的效果 好 等一下 要加水 加个水 都蛮现成的 很少自己用 来 先加一点水 打果汁就是你开心 但你愿意做 你也愿意喝 就是苹果去皮切小块 胡萝卜去皮小块 倒入果汁鸡打 好 所以它喝起来呢 其实是甜甜的 因为胡萝卜的甜 OK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直接喝吧 太棒了 就不要滤掉了 OK 季老师的 很香 红萝卜苹果汁 好 胡萝卜苹果汁 对 老师 难怪你演了十年的季老师 还这么年轻美丽 谢谢 接下来盐医师告诉大家 你要抗癌怎么抗 他说要喝柠檬原汁 而且柠檬是连皮都要一起打 对 来 就是这个柠檬里面有柠檬酸 那个我们还有就是 皮里面有很多类黄桶 抗氧化剂 所以那个 它其实有三大功能 第一个就是一般人 我们保护心血管 我们心血管 你吃油炸的肉 吃多了以后 你血管会硬化 硬化代表什么 会有钙的层肌 那个柠檬酸 里面有很多 它每一个分子 就有三个功能基 酸根 COOH Group 可以熬火能力非常强 可以把钙抓出来 我一个台上朋友 他就是靠这一招 他的心脏血管 已经阻塞百分之八十了 我教他这一招以后 他从来没有发售过 心肌梗塞 从来没有发售过 连心脚动作没有这样 来 你现场示范 好 其实我们的铁粉 都知道怎么打柠檬汁 可是严医师是说 你连皮都要一起压吗 对 有些人都整个把它搅碎 其实这样很辛苦 很难吃 就把它这样 挤出来 挤出来以后 你的皮 事实上是挤不出来的 对 那你就把两个 挤出来 OK 然后你再把两个皮 把它重叠在一起 两个重叠在一起 原来关键在这 对 我就一直想不通 那个皮 你到底是要怎么 这样你就可以把皮 东西挤出来了 因为厚度够 而关键就是在这两块皮 你要一起挤 对 一起挤 所以这一杯柠檬汁 就是包含 有柠檬皮的柠檬汁 有皮的裂黄桶 还有汁的柠檬酸 所以它那个 那个裂黄桶可以抗氧化很强 那个柠檬酸可以把你的血管里面的钙洗出来 好棒 它就是癌细胞不易生乳酸 运动后减少乳酸的对筋 柠檬酸它有一个很大的功能 它会让普通胎酸分解 因为普通胎酸会助长癌细胞 它会让抑制普通胎酸的分解 让你比较不会产生乳酸 第三个就是说 去年不是一个很流行的蜂蜜柠檬吗 对 对 就是运动后 这日本学者有提出来 运动后就喝一杯蜂蜜柠檬 那个柠檬呢 柠檬因为那个柠檬酸 会让你堆积的乳酸快速代谢掉 第二个功能就是它有裂防酮 可以抗氧化 那再来就是蜂蜜里面有很多营养物质 很多抗氧化物质可以让你肌肉恢复的比较快速 清楚明白抗癌专家提供的柠檬原汁